手纳命片台中市议员赖家为出面控诉 自己使用了八年的名片设计 竟然与另一位残选人多处雷同 我非常的愤怒 他只是轻轻悄悄的 就把我的名片的设计理念全部偷走 不尊重设计师也不尊重原创者 网红四叉猫七号半夜脸书po文 爆料民众党台中市议员参选人江何树 上次才被曝超过苗博雅的文案 这次竟然又抄袭赖家为的名片 你们都是今天要参选的人 那你抢人家口号跟抢人家名片是怎么样 公平竞争不要超别人的啦 到底像不像实际比一比 这面照片一左一右同样用了直径 3.6公分的双圆环 里头写上姓名但分别采用台中 不同景点的浮水印 翻过来看一张照片 搭配党会选去加姓名 最后框住收集号码 slogan同样都是一通电话服务OK 但资讯摆放的位置则不太一样 我们并没有授权赖家为议员以外的任何人来使用 名片不都这样吗 姓名电话地址 我的需求 然后你帮我印上去打板过来 我看了我喜欢 然后我就印了 面对指控将核数坚决否认抄袭 并表示名片颜色采用的是代表民众党的底分尼栏 而景点则是为了加入选区内的元素 一通电话服务OK 就好像说我们在路边看到一通电话包通 还是说24小时帮你解锁 这个也算抄袭吗 虽然否认抄袭 但姜和树也立刻贷款改款名片 而赖家为团队则已经围起律师 提高侵害著作财产权及散布重置物罪 但到底有没有抄袭 后续都得交由司法理清 明镜新闻王宣林静龙林子祥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